这是我见过最狠的男人 因为想体验杀人是什么样的感觉 他用水管狠狠勒住女人的脖子 出于求生的本能和身体的反应 女人扑腾踢打 可男人却没有给他活着的机会 直到他彻底弃绝才松开手 柳奈虽说是一个普通上班族 但是他个人精力旺盛 因为妻子已经怀胎十月 他浑身欲望得不到释放 借口家里有人病了 向公司上司请了病假 得到许可后 他笑眯眯地掏出自己的小本本 上面一页页地记录着他情人的电话 他可是号称方圆十里地里有名的炮王 所过之处骗草不生 可是今天他失手 他所有人情人都以各种理由拒绝了他 之后 柳奈路过一家婴儿店 他打算给自己为出事的孩子挑选一件衣服 随后柳奈又去他常去的旅店守株待兔 妻子年过三十 因为身患一线严惨遭情妇抛弃 原本他打算与他共赴皇权 却惨遭对方拒绝见他最后一面 顿感悲惨交加的妻子 抬头一看这才注意玻璃上的约约服 打着破罐子破摔的想法 妻子拨通了电话 通话的另头正是柳奈 一人惊虫上脑 一人失意想要发泄 两人一拍即合 很快柳奈便接上妻子到附近加油站加油 负责给他加油的工人是田边 田边年近四十还一事无成 只能做一名普通的加油工 每天闲着无聊就偷看 老板和女员工打扑克 女员工不以为迟 反而瞧不起窝窝囊囊的田边 田边在擦车的时候 询问妻子有什么要扔掉的吗 妻子便将自己的结婚戒指让对方丢掉 这种奇异的要求 也让田边不由地多看了几眼 使出加油站后 柳奈还斯文地问妻子 想要去哪里吃吃喝喝 妻子急不可耐 他说想要找一个地方休息 这正和柳奈心意 一脚油门就将车子 开到附近的汽车旅店 在闲聊中 柳奈表示自己是职业选手 经常使用约约服务 就是这段对话 让妻子下了某种决心 妻子在里面洗澡 柳奈透过镜子 仔细地观察着自己的猎物 试毙后 妻子却不能接受 而选择杀死柳奈 当妻子仔细擦拭 自己在车子里面的痕迹时候 意外发现包裹好的婴儿衣服 妻子崩溃大哭 她明明只是想报复情人 只是想放纵自己 却害得某个孩子没有了父亲 不久后 妻子就被警察传召 警察通过电话通话记录 知晓柳奈最后一个联系的人就是妻子 妻子早已经做好了副稿 面对警察的盘问 她应对自如 门外警察找来了当时给他们加油的工人田边 不知为何 田边却表示当时出现的女人并不是妻子 妻子因为证据不足被警察释放 等她出来时候 正好遇到了妻子 田边将警察让她确认妻子身份一事说了出来 并询问她 杀人是什么感觉 妻子以为对方以此为要挟 想要自己付出点什么 她本身无常物 唯一有的不是这具肉体罢了 她主动脱掉了自己的大裤叉子 想要以自己来获得对方的包庇 谁知正当田边情动时候 妻子退去了 她厌恶了自己这种不检点的行为 两人冷静下来后 田边向妻子袒露心声 她的孩子被活活烧死的 是一个好看的女大学生干的 她俩因为喝酒而结实 因为她不负责的行为 让那个女大学堕胎两次 因此女学生怀恨在心 放火烧死了她的孩子 曾经田边想过杀死她 但是因为软弱最终不敢下手杀人 于是她再次质问妻子 杀人到底是什么感觉 妻子无言以对只能默默离开 但是不久后 田边便准备将她要丢掉的戒指还回来 正好撞见当初盘问妻子的警察 慌了神的田边面对警察的询问 唯唯诺诺 警察觉得有异常之处 便让妻子明天再去一趟警察局 看来警察并没有放弃调查妻子 看到桌子上的戒指 妻子便打电话到了加油站 约见了田边 还是当初那个旅店房间 下班后 田边匆匆赶到旅店 妻子袒露自己患有一线眼 她曾经爱上了一个不该爱上的男人 因为年少不懂事还为对方跺过台 曾经她也恨不得想杀死对方 但现在却因为一时泄愤杀死一个 偶然间遇到的男人 听到这里田边问妻子 那你是不是想杀了我 妻子没有回答 反而坐到了她的腿上 两个孤独的灵魂彼此未解 等田边醒来后 房间内并无妻子的身影 她走进浴室发现了企图自杀的妻子 田边为妻子取下了水管 但是看着对方一副生无可恋的表情 田边决定满足对方 她用水管紧紧勒住妻子的脖子 求生的意志让妻子不断挣扎 但是田边绝不放手 很快妻子没有动静 第二天大早上 田边便背着妻子的尸体 放到了她平常用来捕鱼的小船上 浇上足够的汽油 然后一把大火烧个金光 妻子在这世上最后一点痕迹也没了 之前目睹妻子打电话的傻女人 还在拨打着约约服务 田边领走了傻姑娘 也许这就是田边当初的 因为孩子被烧死 而吃傻的妻子 田边领着她消失在人群中 她的下一个目标也许是东京 毕竟那个大学生现在就在东京 田边